來關於高雄的收港基調 因為以前這個運動有檢視 說有哪個影響到基調相關 總業任務院的修律 全國航空的這個總幹會 是來給政府 是不是可以鼓勵這個 涉及航空跟這個會員 入車增加收港基調航班呢 這邊還表示說 會來改善基調 你的替ESB增加劍政略 找回小港機場的榮耀 發到比較好 因為疫情影響 高雄收港基調每一個月 再坐到航班加起來 好像存幾十班 這麼多基調 過身外的人都受到影響 全國航空業 總幹會好用 進入套過各航進錢 像是港級Kilo費 頂頂的費用 來鼓勵連結航空 還是會計業業者 來增加收港基調的航班 還是變成是 要尊重視點基調 來增加運用 民航局回應說 這因應疫情 航空站相關費用 都已經優租補貼 還是要收港 但是航班是要來增加 還是要尊重視點基礎 由航空公司的業者 依照消費者的需求來做決定 那這部分我在跟航空 航空產業這邊航空公司那邊 再看看高雄這邊有沒有這個需求 如果有的話 民航局一定會來幫忙協助 不過這個還是一個需求的市場 民航局也說 最近已經改成部分的業態 設施 未來高雄 收港基調也會來去新的航空 增加競爭力 除了要來辦公宴 再來算 主要基調 還有開業 國際基調的解決以外 要來增加 連結航空搬出 也是一個發展的重點 現在只希望疫情趕快來結束 讓高雄收港基調 先來回合進進的運動 記者 童志雄 童志家 台北部都 練習